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刚才我来这里呢,这个地方叫做Daman's Gabdana 在这里呢,是有点公事要做 但是刚才呢,就在这右手边这里呢 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牌子 绿色的写着一个数字就在这个EconSafe里面 公事办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到来这里呢 就沿着这个招牌呢,进去找这一个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素食店或者是档口也不知 就在这里了 来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这里 Daman's Gabdana里面的一个EconSafe 而这个Daman's Gabdana呢 是一个交代区的一个房屋住宅区 这里的地段会比较高 而且呢,这里呢,是有靠近一个叫做 那个Pukitsunai Boote Forest Reserve的 所以是空气比较凉爽的一个住宅区 就因为它就是靠近这个森林保护区 这里,我们就一直沿着这个Daman's Gabdana的那个EconSafe一直往前走 希望沿着这个青色的照片的指示之下呢 可以找到素食档口或者是素食店 看到了好几家的洗车店 还有这里呢,是有着一个储物店 卖着很多那种热带的那种观赏鱼 好,再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 这里蛮多车的 那边已经看到了那个树的那个牌子 应该在前边了 感觉它的地点比较隐秘的一个地方 素快餐店 Vegetarian Mixed Rice 就是应该是卖着那种炸菜饭的 我们到了 永和素食快餐店 招牌蛮大 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左手边有着它的Business Hour 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开 里面呢,就写着一个红艺素食 有两颗名字 这里有的一些是饭类的一个系列 叉烧,华蛋饭,阿桑鱼片饭等 还有他们的糖水 这一边呢,就是他们的粉类 汤粉系列 这里的糖水都被注明了 看到的这里是一个绿豆汤 这个是一个麦粥 黑螺米 还有这个是番薯糖水 红豆汤 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它的那个炸菜饭 这里是它的饭 然后这里是它的那个菜饰 嗯,这边应该是做这里的那个打工族的一个生意 还有EconSafe本身的那个员工的生意 当然也提供了一个方便给这里附近的那个居民 这样来看呢 这样来看呢,它的菜饰呢 应该有30多来样 主要呢,是这里呢 它里面还是提供了一个冷气的 所以还算舒适 然后这里都有着精热的那个菜饰 这样是一种卤香的那种煮法 然后这里有鸡蛋 还有这个豆腐 餐牌上写这个上面的自制豆腐 哇,这一道菜呢 其实它的食物还蛮多的 而且刚才有问了这里的紫园 整个花园里面 他们这个住宅区里面只有单单他们的一家 数十点 这里比较多的是那种蔬菜类 这边是一进门 就在这里选我们要吃的那一个菜饰 然后呢 再往里面走呢 里面就是他们的那个用餐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每天从早上八点就开到了晚上九点 整个环境还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 所以从刚才比较昏暗的一个走廊一直往前进呢 就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天地 这边呢 还有提供了这里的一个免费茶水 还有呢 是他们的免费汤 在这个万物都在张价的那个环境里 提供一些免费的茶水跟一些免费的那个汤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号召力 这是一个纯素的一个菜汤 汤头呢 主要是用那个菜干来熬煮出来的那一种 有着菜干的那一个鲜香干甜 我们叫的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里的那个罗杰米 摆盘很美 颜色也很漂亮 像我们的红绿灯那样有着红色绿色橙色 喜欢吃一点小少酸味的呢 就可以把它这个橘子汁呢 加在里面 哇 它的汤料呢 就比较多 放了一些 额 再叉烧 还加上了很多呢 一粒粒米黄色的那个树柱油渣 还放的蛮多的 清脆爽口 我们就以最传统的方式叫了黄面 然后这个是它的汤汁 以那个南瓜为它的汤底 酱料比较甜 有一点微辣感 分量蛮足的 只是缺缺了一点它的那个花生香 爱吃辣的就可以把这个桑巴放进去 清汤板面来了 木耳树姜鱼仔 炸腹皮还有那个菜 汤头就是它的那个主角了 我本身呢 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清清淡淡的那种口味的 它对那一个材料一点都不吝啬 蛮多 也属于比较大分量的那一种 尤其是它的那个板面 板面条 还有冬菇 然后这个板面呢 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 面条就比较厚深 所以比较有咬劲 面条也烫得刚刚好 然后它这个汤头呢 有着那个黄豆的那个黄豆香 加上木耳就吃到它的那个脆感 这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蔬食店 因为它的地点的关系 如果没有看到外面那个小小那个数字呢 根本都不知道它的厨所 当然也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蔬食的一个方便门 就记得呢是由红义法师呢 跟那个凤先生呢 公篇写的那个护生话集里面有说到 众生 思义众生 与我体同 因其悲心 年疲昏猛 普劝诗人方生戒杀 不食其肉 乃为爱物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更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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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